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呢继续啊来看看那个三代啊 一个这个AGO一个一个通关 之后呢这是来到了随道的游戏的第二关 严肉的路线一路这么走 前第一个团圈落口往上 进入隐身衣密室 隐身衣密室行着走出来 到这最后一匹小兵 第四匹小兵 先冷隐身衣再冷一个群工道具 清掉所有的小兵 这样呢就会进入环境 这就是这一关进入环境的一个条件 进入环境里边呢有一只大狗 咱们这里呢直接用这个 下上币一度狂野的这个无双技能 直接呢把这个大狗打残了 哎你看是吧 然后呢胜两根地鞋 随便拔了一个连招 四下A6A就收掉了 这里呢是试杀套套装 已经是买完了啊 前期呢这个视频的上部 已经做满了装备 然后呢视频的下部呢 是咱们直接来看装备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把十万地鞋都怪 一个无双加一个千一带走了 然后双马就不看了 随便一顿必杀就打死了 双马过后往左走 这是双马路 然后呢往左走 这个火树比血树卖钱多 咱就留这个火树 然后呢一路往左走 没有分杀路口了 进入这个门千万小兵 就是这关的这个无虎将boss了 任务怪赵云 他们呢出门一个渡标 直接呢对着赵云打一套连招 还有一个毒气啊 防止一套连招没死 这里呢四下A前A翻 前A果然一套连招没死啊 这个输出还是第一的 毒气直接收掉 打完四招一次 毒气追地直接带走 好那这关呢没什么任务了 之后呢如果你到了这关 正好是抱着去六个球啊 教各位 先存档 在这个画面存档 然后呢去RP位置投币 看见了吧 右上角切到RP位置 把RP先进去 然后再切到RP位置 控制EP 出门之后呢 切到RP位置向前跑 RP跑起来了 EP跟上前走 跑过来之后 门出出来 扔个一身衣 不用管RP了 咱们呢进门 RP自己死了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呢 切了有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拿这里边 有一个这个叫做水球 咱们呢七个球 合一个披风 三二一走 你看这吧 召唤神龙 合成披风 这样呢背面的格子 就躺出来了啊 所有的球都没了 都变成这个绿色的 这个披风了 然后啊 咱们披风有了之后呢 攻防啊 就全加了 可以看到是吧 攻击力防御力 全都往上加了 这样呢 咱们就再也不用怕死了 然后呢 这个下火圈身上呢 有一个这个六万五的金钱 咱们呢可以撞一下啊 如果你缺钱的话 不缺钱也撞一下吧 这六万五是个大钱了 之后呢 这个披风啊 可以看到合成之后呢 这是一个上下臂啊 三十级学会的必杀 一个上下臂的必杀 就把这下火圆砸死了 啊 这就是这个披风的一个作用 好 那咱们这里呢 出门继续 给腰带复合 OFA 增加魔法伤害啊 刚才我看这个必杀伤害不错 增加下魔法伤害 然后呢 强化里边呢 头盔跟腰带是加工的 衣服跟鞋子 这家房子 你需要奶 就强化奶了 之后呢 推到了游戏的第三关 这关呢 咱们走一个下上 这个下下路 两个下 第一个路口走下 来到了这个地方 看到了下火圆 然后呢 起一个路标 这个路口 刹完再走下 就完事了 这个地方呢 是当时有老板最佳 开一个伤害显示啊 我这里呢 开了个伤害显示 每攻击一下呢 就显示 你这下的伤害是多少 是吧 比如说呢 刚才那个4800 OK 然后呢 调好土雷 调好这些锥 都是清兵闹剧啊 咱们这要先走 这关呢 武虎将任务呢 一直走到这个门 进来之后 起完兵 就是这关的武虎将 然后呢 这关呢 如果你是打到诸葛亮了 你就记得下一关 买个雷神追就完事了 这可以看到呢 咱们的防御力呢 已经很强了 诸葛亮这个护锤 掉很多血 但是呢 这一下并没有掉太多血 这一个必杀呢 没有砸到啊 这个必杀是跟踪的 但是怪能躲开 这是这个山海币 两气的一个必杀 然后呢 我是在等诸葛亮来到板边啊 准备起一套连招 看看输出 结果那套连招呢 打对面防上了 然后啊 这个大水又中了 不怎么疼啊 无所谓了 咱们继续起一个道具 飞碟起手 到板边 一个翻 可以看到呢 翻一下是34000的 一个千A是4500的 也就是说呢 这千A的伤害呢 比翻的伤害稍微高点 是吧 好 那这样呢 咱们拿下了诸葛亮 捡起飞碟 捡点卖钱货 咱们吃完加血 直接呢往下走 就可以来到这个boss了 boss的话呢 梦幽直接一个山海币 就砸死了 一个必杀两七秒了 这里呢再一个山海币啊 但是呢 砸这个操杖不掉血 第二呢 就是他在板边 因为打着 这就是这个山海币 然后呢 这里呢 这个捡起这个梦幽来卖个钱啊 因为呢 前面的球都在上一关合了 这关的格子很多啊 能捡好多的道具 这个如果你单打这个球啊 你不再上关 像我那么骄傲宫女儿的话呢 你得到 留背包的毒剑才能合 因为呢 那个密室啊 是双人才能进 就跟你风在起啊 捡着火箭一样 双人 其中有一个人 有两个隐身 一棱一个上一个 才能进这个门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过来把所有东西卖掉之后呢 买个雷神锤啊 一定买个雷神锤 然后呢 把这个腰带 跟这个头盔 跟鞋子都强化满 之后呢 你如果感觉自己钱少 你在这一关这呢 曹胚这儿 你可以打一个曹胚 加点钱 然后如果你忘买雷神锤了 这个曹胚顶十多下 十几下我不知道啊 没记住 顶十多下 会顶出一个雷神锤啊 这样呢 你就有雷神锤下去了 这关你必须得下来啊 乌虎阳路线 必须得下电道啊 不下电道的话呢 你没有这个 没有啥啊 没有这关的任务怪 就没有第八关了 你就是少打一关 好 那这样呢 咱们把这怪打死以后 咱们呢 直接收完气下来啊 买的雷神锤 直接下电道 下电道之后呢 这个门往上走 就是这个八卦 这个八卦图的一个这个密室 里边有个刘备 咱们呢 这里直接来看个暴击 翻的一个伤害啊 也不怎么掉血啊 连段数加的也不多 你可以看到是吧 一个翻还是三千多血 一个潜意还是四千多血 但是呢 随着你这个伤害吧 随着你连段的低高呢 伤害会略微下降 这里呢 是一个毒箭 正常来讲呢 你不用工具人 会在这 这个地方才能把这个 啥 才能把这个 这个披风盒上 然后呢 手里就没有毒箭了 这个人呢 有没有毒箭 差距不大 不然感觉差距不大 我这里呢 是要撞一个九瓦 这个九瓦建议各位撞一下 反正你到这以后呢 都喝披风了 你的格子会有 把这个九瓦留着 打最后的这个 五虎将的三大boss呢 比较的好用 好 然后呢 再进来九壶啊 这个九壶呢 你从倒数第二关开始 就可以攒一攒了 你又不 不想要你就不攒 看你个人想不想要 然后呢 这里咱们来看一看 这一路啊 顺道看一看 清兵的一个效果 一个办法 首先呢 无论你玩哪个人物 最重要的清兵道具呢 就是这个土雷啊 就是这个炸弹 我这里呢 还是选择用这个铁剑啊 因为呢 你一般打到这儿呢 都是不上宫女儿的啊 会用这个 毒剑和避风 那这样呢 就是铁剑清兵兵 可以看到呢 这个人的清兵呢 大概就是两下a 三下a 打一个前ba就完事了 基本上有两下a的原因呢 就是第三下a 腿太短了 打不着人 所以说呢 两下a前ba 小跳梯啊 是这个人的清兵的 一个小办法 另外呢 小办法呢 就是王冠太厉害了 咱们就用炸弹人 这是一个上海B的必杀 直接一个团灭啊 反正气也满了 不用白不用 最后呢 这里来 打一个这个飞碟 然后呢 把小兵扒拉扒拉 现在呢 就是以下一个小朋友了 这个时间段以后呢 这个整体的游戏就 可以说毫无难度了 说毫无难度 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毫无难度 OK 咱们这里呢 继续再打一打 这个pna和碟 好 咱们在这里 把小兵扒拉扒拉 就来了 这帮boss呢 会两两出现 两个boss 四代六个小兵 这是这个阵容 然后呢 咱们清兵的方式呢 依然是A连还小跳梯 看见了吧 前面的清兵呢 也大体是如此啊 这个呢 本身不缺分 所以说呢 你不用考虑什么 贪不贪分了 另外呢 就这个游戏啊 你打到4E就够了 别打多了 再打多 好像得打 8E奖命 还是12E奖命 我就记不住了 没有那个必要 OK 咱们呢 用土雷炸掉了一波兵 再继续土雷 你看到是吧 这个炸弹的效果 是非常的硬的 所以说呢 建议各位呢 每一关打完之后 狂买炸弹 狂买炸弹 然后这个13E 油你就捡起来铁 也是一个清兵道具 一次性的过路道具 之后呢 因为这个版本改完之后呢 这个道具 在低下半个小时以后 才消失啊 所以说呢 你这个道具随便倒 也不用像无双版那种了 整一次道具 费了个血劲了 这里就不用了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过路道具 黄神弓直接用了 因为是大驴加味炎 正好清掉 然后呢 这里把咱们的这个卖钱货 捡回来 这个位置呢 直接杖金啊 清掉了这个黄盖 以及呢 一众小兵残血 随便扒了几下 就全清了 你看是吧 AA前兵 这是这人的清兵的一个手段 基本上呢 做一次教学 会把清兵连招 然后呢 需要攒的道具 大概的一次性都会说完 虽然是减七 但是呢 整体来讲呢 还是比较的全面的 我这里呢 是故意中一剑 躲一个水啊 因为中一剑倒地再起来 会这个 会这个啥 是吧 会有很大的无敌时间 然后呢 一剑雷扔完 打一个追递 下上A 直接呢 把这个诸葛料拿下 然后呢 下一个来的是孙权 你随便扔啊 因为这个道具啊 这个版本简单就在这了 这个道具你扔完之后 过关还能买 所以说呢 不像那个无双版 是吧 我这个道具扔完了 我后边呢 下一关 没有道具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 以前的无双版呢 可能打起来就是 一整体是一个整体 对吧 比如说呢 你前面需要呢 攒这个什么 张角尖了 攒一道啊 到最后才能用 就能一两个用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是啊 比如说呢 你这个 打的是前有的事了 那我毒气毒标飞盘 随便扔 这关扔没了 过关再买买 下关再扔没 再买买 前面是打整体 这个就是打一关一关 这个是区别 好 这样呢 可以看到一路呢 基本上是属于道具平推啊 简单的要命 四马一来了 四马一来了 随便扒了一下吧 四下A千A 翻滚千A 打完了吧 你看 这就是全输出装备 一个爽快之处 对吧 无论是大小兵 人家还打boss 你不用磨磨叽叽 你看本身啊 我打到这70多分钟了吧 对吧 下一关还有一关 得90分钟 打一局游戏的一个半小时 你要是不用我这个套装 对吧 你用别的套装也能玩 但是呢 可能得两个小时 得多打半个小时 你一局游戏下来 两个小时 也算是比较的 疲惫 对吧 这也是一部分人 不喜欢玩改版的一个原因啊 改版游戏呢 基本上啊 先给这个体力不好的玩家 先淘汰一批 对吧 你体力不太够 你这改版还真整不了 然后呢 这里呢 我是一 隐身一三个就减满了 所以说呢 我扔了个隐身一 减了个隐身一 然后呢 隐身状态 打这个操操 然后呢 四彩前 这个周瑜 好像打操操 没有伤害加什么吧 马刀有 但是呢 他虽然是二代马刀 我目测是没有 我目测是没有 这样呢 两套连招 拿下来一个操操 你看是吧 这个攻击力套装 如此凶猛 然后过关以后呢 各位可以随意买啊 我这里推荐各位呢 首先先把隐身一买满了 看见了吧 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买酒碗 因为这个必杀很厉害 然后呢 第三就 就随便了 我是图省事 就买点酒服了 这里建议各位呢 是先买满隐身一记 然后呢 买满酒碗 用剩余的钱呢 补满A面道具 比如说 毒气毒标 飞盘 这三个棋手道具 以及呢 清兵小道具 图雷买满 以及呢 这个清兵在这儿 能既能清兵 又能躲这个孝子道具 张脚第一 或者皇神功 其中的一个买满 当然了 这个路线是不用动物书的 你也把动物书卖了 张脚你去皇神功 同时买满也行 也行 都可以 看你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这一路 千万别省了 我看好多人玩 打到这都满一堆道具了 钱都花不了了 道具都买满了 完了打的时候 还上去应对 比如说这些忍者来了 平对 不扔道具 你这就扔点黑盘 就结束了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娃 这个无论是哪个娃 直接应对 被对面打够枪 我这是吧 这东西得改改了 已经过了1-2了 再按1-2玩法是吧 就在这边 见过朋友取笑了 这类可以看到 这个飞盘就飞了 这玩意 当攻击飞盘飞了 好朋友 这样呢 撇了三四个飞盘 清掉了小兵 然后呢 这可以去土雷炸呗 这小兵还上去A啥呀 一个土雷全炸死了 是吧 再炸死我又炸呗 这玩意 攻击土雷 然后呢 一个必杀 这怪呢 必须倒地死 那就再扔呗 这玩意有啥用啊 好 都弄完之后呢 前面有护水的 建议各位调个掌握机 调好 往前跑 然后呢 利用掌握机 这个阻止对面的护水 这个护水去一下秒 所以说呢 阻止一下护水 然后呢 背跳背道具啊 如果再护水 你再冷一个 如果不护水 那就开始揍了 我这里呢 是三下A前别 随便扒了了 因为呢 这是怎么说呢 这个兵 我觉得是比较差啊 当然了 你水平到一定程度 你怎么大怎么有理 对吧 比如说这个 是不是 你是你甚至你更厉害了 你都可以进个地 进个血了 对吧 但是呢 建议各位呢 就是在不熟练的情况之下 摒弃小时候 那个要求 带来的这个 对不对 带来的那个 一名二玩法后遗症 摒弃一下 虽然说你不可能说啊 这个道具我安排的 正好打到最后 一个道具不剩 全都合理的用完 不可能那样 但是呢 你对不对 你也别啊 就是咱一对道具到最后 黄棱都没能完 也别纳门 这里的隐身娃太讨厌了 给各位剪切一下吧 然后呢 这个地图打完 遇到的第一个boss 四马一 你是交必杀也好 交隐身一也好 交啥都好 你就交吧 这里呢 我是选择必杀了 三次必杀 三下必 一个必杀能砸四万地区 四马一一共十八万 这里呢 爆九符再砸 然后呢 等一个蛇 你扒了死一个蛇 这个气球加上了 然后扒了死个蛇 气球加上了 再砸 这是买九符的原因 九符在前面用 九符之后呢 三个 四个气差一丝 你扒了一个小兵 就四个气了 一个九符四个气 然后呢 九符后边没兵了 你再用九符 这里呢 是包bcd 打一个这个伤害的 这个咕哩球 这个必杀 这个伤害必杀的 两气必杀呢 你包这个伤害 也不见其用不了 所以说呢 你打咕哩球 这里打咕哩球 都愿意呢 就是针对这个沙口 这个沙口 你注意看啊 他在倒地之后 就会隐身到一边 这就是说呢 你一个球 给他打到晚边了 他自己又回来了 好了 你再给他来个球 他就又滚了 这里这个动物书呢 是我实在是 懒得把这个动物书 给他卖了 这动物书是用不上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动物书撇在这了 你看到是吧 动物书打完之后 剩一个单boss了 随便洗刀具 气球刀具有一半多个 九个废盘 九个毒标 九个毒气 都是买满的 来的 你沿途扔几个 到这有的是 所以说呢 你就扔就完事了 而且呢 咱们一套连招的伤害 太疼了 太暴力了 导致呢 打一个boss 也就两三个道具 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更不用省了 扎 连招失误了 再扎 而且这个毒标呢 是这种散化 比较好 非常好冷 基本上呢 也不用瞄准 一眼就处就行了 甚至都不用等boss的破定 是吧 以前呢 我一直叫各位呢 打这个道具呢 等等boss的破定 斜脚扎 这里呢 这个道具呢 已经强化成 无脑级别道具了 也不用扎了 下冷就行了 好 那咱们呢 继续往前 前面呢 小编继续一路道具啊 咱们呢 来看这两个boss 这两个boss呢 必杀吧 这两个boss 实话实际上呢 没有太好的办法 谁陆续可以连招 但是呢 这个血张疗 这狗张疗的话呢 不好连 所以说呢 这里九狐一个BCD 开始打 这个BCD的话呢 会比这个伤害 B的伤害呢 差不多 但是呢 它安全 你看到是吧 这个把竹端 一直往右滚 谁也过不来 然后呢 这 这就跟无双版一样了 然后这里的小黄竹 你可以扔一扔啊 但是我建议各位 不需要了 完全就是用九狐 就能拼突过来了 就能拼突过来了 甚至呢 你如果想拿九狐的套路呢 你这个衣服都更完了 你就直接是 剪着三个衣服就够了 把九狐九瓦全来买 三个九瓦 六个九狐 岂有的是 扔吧 这里呢 抱一个新酒 喝一个新酒 抱一个新BCD 再抱酒 再抱BCD 这就完事了 这里是尽量给各位 推荐点无脑的打法 这个玩意 你没有什么难度吧 这个玩意 为什么说比19减难 19你扔到最扔地上 你还得看着点 这个玩意 你给显示器现在关了 你把东西啥扒了硬了 你删了挂 都一样能过 对不对 这不就这么回事了 然后呢 最后给一个这个 一个单鼓了球 直接给它鼓了死 然后这里留两个戏 一会儿进去的开必杀 这都是我打游戏的习惯了 喜欢这个 固进其用一点 实际上大可不必啊 你看里边啊 你自己看里边 扔个以前一之后 看好啊 必杀 爆酒 你注意看 还有三个大酒 再必杀 你看你注意看操操掉水 再必杀 死了 看见了吧 你说这个玩意 你不需要打那么细致 你这个玩意 根本就用不了 到最后 再爆酒再扔 完了再爆酒再扔 你看是吧 所以说这就是像我说的 听话很简单 好多会把这个游戏 显上的非常难 这么多boss 那么多怪 这么长流程 基本都是念菜族 基本都是念菜族 好 那这里呢 你可以这个把剩余的隐身衣杀的都别一别了 最后还有 还有啥 还有这个五个隐身衣 你就说这个 这两怪你五个隐身衣 这种输出 你要过不去 那我 我也没招了 是吧 而且呢 你还有一种的小黄猪 我这里呢 就杀完一多 露一露了 尽量看一看 各位要到达 打出的输出 小黄猪打这几个怪呢 还算挺疼 但是呢 没有自己的必杀疼 起码没有自己的必杀 那么干净利落 最后一怪呢 你可以扔个隐身衣 打点连招 也就完事了 老大哥刘备 咱们呢 就随便挖了挖了 你看这个道具最后都没用啊 还有八个毒气 随便朝着空间 弄毒气 等他自己往上过来 然后你看到这一套连招 能打十多万啊 所以说这个玩意 道具太够了 好 这里呢 再一个四侧海前 然后呢 还有七个个隐身衣 齐边用不用 我这里还给他毒气压了个起身 本来想追地的 结果还没怪不能追地 然后呢 小必杀以后也能接招 这是这个人呢 不一样的几种招 那么好吧 可以看到呢 除了打武神 除了幻境密室打武神 死伤惨动以外呢 其他的全程 基本都是一路碾压 舞蹈从关 这就是这个游戏 然后呢 这个A咒语 大概的一个打法 好吧 我是本期的解决友 如果呢 各位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呢 先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再点击关注 都整成之后 咱们呢 在明天投资之间 不见不散 拜拜